今天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相信幾家歡樂幾家愁 對於想要看到國民黨有非常大的改變 我想可能會 因為朱立倫的當選呢 可能把國民黨 為了要看國民黨的選情 所以我就熬夜 在選情這個投票結束 開票結束之後呢 我們來錄影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花一點時間 談一談國民黨的新主席 朱立倫當選之後 國民黨的新的情況 應該這樣講 如果我們從 國民黨 是不是會這個 重新來 加把進追論文門的角度來看 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看 朱立倫當選 各位同學 宇宙真英同的同學們 可能是失望了 那 大家其實不用失望 因為 論文門 追到今天 快要兩年半的時間 國民黨從頭到尾 基本上是沒有介入 所以過去沒有 現在沒有 以後也不會有 靠自己 我們從頭到尾呢 這一路走來 就是靠自己 靠的是 宇宙政經學院 廣大的 在世界各地的同學們 所以朱立倫當選 對於 論文門來講 不能說是雪上加霜 因為我們不是雪 我們呢 是艷陽天 應該是說 艷陽天呢 來了 幾片烏雲 好不過 這個不是 今天我們最 就是 完全 所有的東西都要放在論文門上面 因為論文門基本上已經破案了 接下來呢 要靠各位同學的努力 好 同學怎麼努力呢 我覺得再過幾天 各位會看到 會很多風起雲湧的行動 會在各地 遍地開花的舉行 好 做點小小的預告 那麼 今天的這個投票的結果 朱立倫呢 幾乎是囊括了50% 將近一半的票 呃 朱立倫的票數 跟江啟臣 加上張亞中 幾乎是差不多 所以 應該是說 Lanslide 應該是說 這個壓倒性的 取得勝利 拿下了 中國國民黨的 黨魁 中國國民黨黨魁 是這樣子 我在 中天所舉辦的 辯論 電視辯論當中 我是一個提問人 我想有幾件事情 從朱立倫的嘴巴中講出來 第一個 我問他們說 中國國民黨是現在的名字 很多人說這個名字 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很不接地氣 當然就說 國民黨 絕對不是中國的國民黨 而是台灣的國民黨 要不然就是中華國民黨 對不對 就國民黨原來講 他們應該不會自稱自己是中國 應該是中華 所以我就問了一個問題 我說那中國國民黨 台灣國民黨 跟國民黨 這三個名字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 而且我還補了一句話說 我說希望你們不要 顧左右而言 他 我要問的不是 改名在實際上有沒有困難 我要問的是你們心裡 你們心裡面最喜歡的名字是什麼 最不喜歡的名字是什麼 那果不其然 張亞中跟朱立倫在這個問題上面 是完全一致的 異正言辭的說 中國國民黨的中國不能改 好 那 所以第一個 中國國民黨 還會延續這個中國這兩個字 那麼這兩個字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我覺得 其實對一般的非國民黨原來講 他們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在乎 這個問題其實透露了一件事情 就是 未來 在至少選舉 在2022、2024 總統大選之前 怎麼看國民黨 對於 過去 現在跟未來 會不會做一些比較大格局的突破 這樣看起來 基本上是 消歸曹水 而 朱立倫最大的被人家的 詬病的地方可能就是說 他並沒有 太大的突破 可能 在國民黨過去到現在 就是一個消歸曹水的情況下 甚至有人說 如果中國 國民黨在朱立倫的領導下 希望有一些什麼突破的話 其實 國民黨今天也不會走到 輸到像今天這樣的一步的田地 因為他曾經就已經 已經帶領過 國民黨 也曾經 在 在這個代表國民黨去參選過總統 好 好 朱立倫說啊 如果念過博士 那麼 是哪 不管是哪一國念的 Google一下 就可以查到 圖書館呢 也可以查到 而且 學校 一定會有 那麼 他說 蔡英文解釋說 他說 這個東西 這個情況一定要請蔡英文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這麼特殊 為什麼沒有完整的論文 而光憑手稿 手寫的 修正的 這些出稿 就可以拿到博士 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我覺得 朱立倫 還包括了這個 張亞中 還包括了 張啟成 他們三個 都在 英美國家 拿到博士學位 那 張亞中是在德國 不過 因為德國在歐洲 跟英國的體系 也有相當多的共同之處 所以 基本上可以 把它視為是在 比較的先進的國家中 拿過博士學位 所以 在拿博士學位的過程當中 是 理論上是一致的 但是 非常遺憾的是 在過去 這兩年半的時間之內 似乎只有 江啟成 曾經 這個 請我去 中國國民黨的中常會 談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在選前張亞中 才談這個問題 其他 你知道 沒有人去 談這個問題 簡單的講說 如果沒有 今天國民黨的選舉 也沒聽張亞中談 也沒聽朱立倫談 那卓博員更是枝枝未提 那 所以說 這場選舉完了之後 國民黨換了主席 從此就會 大力的來 這個促成論文門的臨門一角 甚至用這個來請蔡英文 面對下台嗎 答案是不可能 所以我還是那句話 要靠自己 沒有關係 那 中國國民黨不查 我們 宇宙政經黨 自己來查 宇宙政經學的同學們 自己查 我們自己加油 自己把片子繩之以法 自己把片子趕下台 大家說好不好 好的請加一 彼此打氣 對我來講 現在錄影的時間 是在美國西岸的半夜 四點鐘 所以為了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我熬夜 所以熬夜熬得有點語無倫次 好 今天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相信幾家歡樂幾家愁 對於想要看到國民黨 有非常大的改變 我想可能會失望了 因為朱立倫的當選呢 可能把國民黨帶的走向 會比較像是民進黨中的一個派系 這樣講也許覺得奇怪怎麼會呢 國民黨怎麼會從民進黨中的一個派系 因為大原則上是沒有改變的 而實在這樣的一個大的架構下的一個派系之間互相制衡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對於關心論文們的同學們來講 會覺得有點失望 其實大可不必 因為論文們追到今天 過去沒有靠國民黨 過去沒有靠國民黨 現在不會靠國民黨 未來也不會靠國民黨 那要靠什麼呢 靠我們海外 還有台灣的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欺而不捨 往下走 因為說真的 如果 如果是張亞中當選 那其實論文們追查的結果 還是要回到我個人認為 還是要回到英國 還是要回到美國的法庭跟美國的輿論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我覺得在可見的很短的可見的未來 會看到一些很大的突破 各位耐心的等候 好 今天呢 先讓大家輕鬆一下好了 免得幾家歡樂 幾家愁 有人會愁 不過我想這樣 這樣的一個選舉結果 說明了 國民黨黨內 還是台灣國民黨戰上風 雖然 朱立倫嘴巴也不願意改變 不過你可以從選票的結構看起來 大致上是這樣的 因為 在國民黨內部 其實還是有很多 很多的人吧 不能說是本土派 因為我覺得 用本土派這個字來形容 好像有一點說 在國民黨再去分什麼 本省外省 我其實很不喜歡這個名詞 因為 就台灣來講 只有 先來後到的問題 就是 像 可能有些人來了一二十代 那麼對我來講 我們家客家 在台灣大概是 一般的客家人在台灣大概是八到十代的這個 左右 那可能包括了 所謂的外省人是 到台灣來大概兩代三代之間 我覺得這個不是問題 因為從 歷史的角度來看 台灣也是一個 類似移民社會 或移民國家這樣的一個形態 好 那麼 我想 張亞中會讓 國民黨內 或者是讓這個社會疑慮的東西 就是 大家 不是抹紅他 而是 他的很多 兩岸政策的觀念 會讓人家覺得有點擔心 是不是 過度浪漫 大家可不要忘記 國民黨就是在打打 談談 不斷的跟 共產黨簽和平協議下 把這個中國的 美好的江山 給拱手 讓給了毛澤東 才會變成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跑到台灣 那 如果 張亞中還是懷抱這麼浪漫的情懷 認為一定要跟對岸去簽和平協議 恐怕很多人會不以為然 因為 如果和平協議奏效 就不會有西藏問題 就不會有香港問題 那兩岸之間該怎麼辦呢 我是期許國民黨 或者是民進黨一樣 和平協議這四個字呢 取前面兩個字就好了 可以追求和平 但是不要指望協議 怎麼追求和平 而不喪失台灣的主體性呢 我個人認為 就是 讓台灣的民意充分發揮 讓國際聽到台灣的民意 但是 不要挑釁 回到聖經的標準 聖經上說要愛靈舍 聖經上還說要愛仇敵 當然 我不會把對岸視為仇敵 因為我覺得 當你的內心把敵人已經定義了 或者把別人定義為仇敵之後 我覺得這之間的關係就很難化解 聖經上說 如今長存的 有信 有望 有愛 其中最大的是愛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我認為 這個世界上 如果不管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如果 要靠對抗才能解決問題 那我想這個 將會是一個永遠沒有辦法解的難題 有些人可能 國民黨這個選舉結果心情不是很好 會覺得國民黨改革無望 或者覺得國民黨接下去就是 慢慢的走向日薄西山 其實也不一定要這麼灰心 因為我覺得現在政黨扮演的角色 其實不是那麼樣的關鍵 關鍵在於 人民該走上街頭 你看過去張啟臣也好 過去歷任的主席也好 在跟民進黨之間的制衡上面 看起來就是有點 我感覺上是有點使不上力 沒有抓到重點 而且一直瞻前顧後 所以讓國民黨在慢慢慢慢的流失 他的選票基礎 大家對於國民黨的信心 就慢慢慢慢的降低 那我覺得 張亞中現象說明了一件事情 對於現在很多人 想要改變的這個期望 有點像如大漢之望云泥 好不容易看到一個 比較有個詞的人 他可能沒有什麼經驗 在這個黨路改革方面 但是大家覺得說 這個魄力是大家所需要的 所以張亞中現象其實是 台灣政壇 台灣社會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心態的投射或反應 這件事情對台灣社會來講 未必是壞事 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張亞中當選了國民黨黨主席 可能這個社會 要面臨另外一種適應 那朱立倫可能顯定是一個安全牌 因為他過去當過 所以可以從過去 大概可以去regression的 去推測未來 所以對很多人怕國民黨有太大的改變 或者是對兩岸之間的關係 有不可預期的變數 現在應該可以鬆了一口氣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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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